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部电影《地球区》 可能会让人有点反胃 电影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展开的 1990年,一艘巨大的飞船出现在地球上空 但是飞船着陆后就没了动静 人们怀着不安和好奇靠近了这艘飞船 在飞船里发现了大量的外星人 外星人的外形十分丑陋,神似龙虾 而且体质十分的虚弱 原来这是来自外星的难民 他们十分热爱吃地球上的垃圾 因此大虾们很快就被人类接纳 人类将它们安置在郊外的一片区域 称那里为地球区 大虾们就这么安分地在地球上生活下来 但是经过20年的繁衍 大虾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可控的范围 达到了180万之多 还频频和周围的居民发生冲突 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呼吁 要将这群外星来客赶出地球 列国同盟组织经过商讨之后 决定将大虾们迁移到更远的区域去 负责这件事的是外星事务部的威格斯 威格斯带领军队打开了地球区的大门 但是他还在和大虾们沟通的过程中十分傲慢 强制逼迫大虾们搬离地球区 不仅抄了大虾的家 还射杀了反抗者 而他的手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幸受伤 但并不是所有大虾都十分抗拒 一个穿着红马挂的大虾小克就十分镇定 小克有一个小孩 他的家中布满了偷来的电脑和各种电子设备 但因为他十分配合搬家政策 威格斯就放过了他 最后洋洋得意地带着手下打道回府 因为他马上就要升职了 可是没想到回去后不久 威格斯的身体就开始出现异样 他的鼻子流出黑色的液体 手指甲也慢慢地脱落 威格斯害怕地赶回了家 好友和妻子在家里为他准备了进宫宴 可是威格斯在晚宴上不适地吐了 之后威格斯去拆除手上的纱布 谁知里面露出来的竟是一只大虾的手 原来威格斯已经被大虾给感染了 他的外貌开始变异成大虾的模样 为了防止威格斯彻底变成大虾 事务部决定用医学的方法结束威格斯的生命 但威格斯打上了医生逃走了 他成为了全球通缉的对象 就连妻子都打电话劝威格斯投降 威格斯无路可逃 只好溜进地球区 军方的飞机很快就赶来地球区搜查他 威格斯慌忙地躲进了一个大虾家 正好躲进了穿红马褂的大虾小克家中 并发现了小克的秘密 原来小克正在研究飞行器准备逃离地球 小克告诉威格斯 母舰上有一样东西可以治好它 但是他们的飞行器缺了一样液体 所以没有办法飞到母舰上去 而这种液体只有外星事务部里才有 为了帮助小克拿到液体 威格斯去第九区一个倒卖枪支的黑人那里 抢来了武器 和小克强闯了事务部 拿到了飞行器必要的液体 小克却告诉他要等到三年后才可以使用液体 因为他还要解救他的子民们 可是军方已经追击两人进入了第九区 威格斯情急之下打晕了小克 将液体插入飞行器内 可是俩人还是被军队俘获了 就在俩人被军队积压回城时 贩卖军火的黑人来劫走了威格斯 之前威格斯抢兵器时杀死了他们的人 黑人不会就死放过他 就在他们准备对威格斯动手时 小克的儿子操控着自制的射击机器人 出现解救了即将死于非命的威格斯 之后威格斯坐上了机器人的操控台 救出了被抓住的小克 为了给小克打开飞行器争取时间 威格斯不惜留下来当挡枪的肉盾 谁也没有想到在危急关头 威格斯竟选择了保护小克父子 最后小克父子乘坐着飞行器飞上母舰 而威格斯却被打倒捉住 就在他即将被士官射杀时 第九区的大虾们出现 围住了士官救下了威格斯 而这时远方的航母开始启动 在振动全球的气波中 航母终于缓缓升上高空 停住在城市上空20年的航母终于消失了 可是地球上的大虾们还没有撤离 反而大虾的数量越来越多 经过几年已经增至250万之多 人们都在猜测威格斯是否坐上航母离开了地球 猜测他会不会有一天返回地球报复人类 只有一个人还在想念着威格斯 那就是他的妻子 一日妻子在门前收到了一朵用垃圾编制的花 没有人相信这会是威格斯送的 因为人们都以为他已经离开地球 片尾已经完全变成大虾的威格斯 整静静地坐在地球区 用塑料在编织着什么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人说这部电影讽刺了媒体 政客和种族歧视 揭露了人性的丑恶 但是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部分 还是最后威格斯静静地坐在风里 为所爱的人做着微不足道的浪漫之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